多吃珍珠粉就會白 這個我有試過 還有什麼懷孕的時候 不能喝醬油 對 就會是黑皮會比較 要吃白的 因為其實我以前比 萱萱還黑 對 天生的膚色 我在國中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 我從懷孕開始 就是我的孤障 那時候在關係 是很有名的中醫師 他就開始叫我 就說可以 就是孩子開始出生 大概兩 三個月就開始吃珍珠粉 他就吃到五 六歲 可是小朋友出來真的也比較白 白好多 就是應該說我跟我前夫的基因 都沒有那麼白 對 然後我們家人也都不白 可是他真的白很多 那他大一點 像他到國外去讀書或是 去玩的時候 很多時候被誤認為 是當地的人或是 真的喔 對 你看我以前這樣看 是很像外勞在帶小孩 真的耶 超好厲害 真的 真的不像妳親生的 對啊 妳剛剛那 很白耶 對 真的很白 妳剛剛那一張有 真的有黑耶 對 我以前很黑 然後我以前常被誤會 在路上都被誤會 是菲律賓 或是東南亞來的 不必割勃 勞工 在懷孕的時候有吃珍珠粉 能舉下手好不好 妳們都沒吃 我也有吃 因為他們都會講 我覺得妳老婆懷孕的時候 妳也有吃珍珠粉 我老婆吃 所以我女兒也很白 對啊 阿公 阿嬤帶大有什麼優缺點嗎 優點很多 就是妳就會覺得生活很快樂 無憂無慮 沒煩惱 因為他們也不會對妳很嚴格 還是什麼的 然後妳 基本上妳要什麼 他就會給妳什麼 那缺點就是 妳稍微長大一點之後 他們就會 控制妳的思想 比如說妳要買衣服 妳覺得這個好看 沒看 我逛的這個好看 他就會開始控制妳的東西 等到妳稍微長大 有一點自我意識的時候 就會覺得他們有點可怕了 但是小時候都是快樂的 高興你是阿公 阿嬤帶大的嗎 小時候給阿公 阿嬤帶 但是其實後來 小時候根本就記不得啦 但是 妳怎麼那麼不孝啊 沒有 小時候的事就是會記不得啊 然後長大就給爸媽帶 但妳覺得小時候 妳跟阿公 阿嬤要什麼 他們都會給妳 都會給到現在還是會給我 真的假的 現在我回去吃飯 他們還是會偷塞臉用錢給我 好棒喔 好爽喔 好爽喔 阿公 阿嬤腾真的很幸運 我阿嬤也都會塞 偷塞錢給我 一直到去年都還有 真的喔 好棒喔 我跟你講就是有這樣的長輩 可是我們回饋給他更多 對啦 但是妳知道就是有時候 你們會不會覺得 這樣的長輩帶的時候 寵壞小孩 是很有極大的可能性 有 有沒有 有的情舉圈 有沒有 有 都有 妳看 全部都是圈 真的 真的喔 對 我就覺得 真的阿公阿嬤的教養方式 很不一樣 甚至有一天 佩甄就跟我講說 她要出去工作 然後她就請她婆婆來家裡 然後她就說 媽 我跟妳說 因為小可樂 她會搖地毯 她有一塊 專門讓小孩子玩的毯子 她說那一塊她會搖 她會用嘴巴搖 所以妳們不要踩過去 就越過那一塊這樣 然後因為她等一下要喝奶了 所以也不要給她吃太多餅乾 因為她等一下吃餅乾 她就不喝奶了 因為我現在正在練習 她就是說不要一哭 我就要馬上抱她 我覺得這個會把小孩子 就是當然是讓她哭一陣子 然後要抱再抱 可是不要立刻抱她 他說好 OK 妳放心去工作 然後她就說放心 她就出門去 一出門到電梯口的時候 忘記帶東西 她一回來就看到 她婆婆站在墊子上 抱著小可樂 全部都... 全部都中了 全部中 你知道嗎 但是就很可愛 因為這是長輩的愛 你知道 她就是不甘心的 你知道嗎 就是生養的這樣 所以我覺得 今天也要探討就是說 你知道 長輩要怎麼想 大人餵家吃零食 就是無妨啊 對不對 兩代育兒真的差太多了 對 沒錯 有一些舊的迷思 到底是該留還是丟 今天這個就是我們探討出來的 做的調查 像我的經歷就是說 我每次餵完小孩的時候 阿嬤只要在家 一定會狂塞零食 就是我跟她說好幾次說 她的食量就是這樣 因為媽媽最了解 對 可是每次她就是 我覺得屢試不爽 就是每次都這樣子做 結果每次我就是要善後 因為一定必吐 吐一整地 對 然後還有就是說 像希望小孩子 可以自己學習吃飯 這個部分 但是她的也是一樣 就是會覺得說 我們大人餵 他比較吃得飽 對 而且量會不斷地增加 對 對… 我爸爸就是很傳統 很傳統很傳統很傳統的客家人 她到我女兒二三年級 她還怕她嚼東西 她把東西都嚼碎了 然後再給我女兒吃 她吐在湯匙上面 然後再餵我女兒 二三年級 對 然後 她一定會藏一些零食 就是她不應該吃甜的 我女兒很喜歡吃巧克力 吃起司類的東西 那我不在 她想說我都那麼忙 都沒有陪她 然後她就會藏起來 然後下課就趕快給她吃 我還沒回來的時候 就趕快多給她吃這樣子 好像都會這樣耶 沒辦法 像我女兒 我不太讓她吃巧克力跟冰淇淋 對 我媽媽一開始都會買 我用嘴巴講 然後結果他們還是不理我 一直到我真的就是 對我女兒動手了 他們才不敢 請問怎麼動手 就 就是因為我講了 長輩們都不聽 那我就修理我女兒給你們看 對 然後他們就真的 妳應該是修理長輩怎麼被人看 不然修理長輩只能修理女兒 對 結果後來他們扯到 把我女兒帶到Savon 吃完了我們再回來 可是這樣好像也沒用啊 就沒用啊 不過現在我有開始讓他 因為他要四歲了 我說一個禮拜可以讓你吃一次 對 可是你吃完了你要去漱口 對 了解 是不是應該要跟長輩溝通 告訴他們為什麼我們不讓他吃 溝通不好 沒有辦法溝通 然後我就還會去幫 想想沒關係 而且要覺得想要這樣可憐 女兒想吃棒棒糖 其實就是一支棒棒糖 我老婆堅持不給他吃 然後小孩一直吵 我老婆答應說 等你五歲生日的時候 那我女兒現在十歲半嘛 後來媽媽去洗頭 女兒跟我告訴我 媽媽說 我五歲才可以吃棒棒糖 我說有病啊 什麼五歲 現在就可以吃了 小朋友 就是有人這樣發發發 對 他啥公 好 對不起 他啥公 有什麼關係 就一根棒棒糖 你比較小看 小朋友提早攝取糖類是 真的 提早攝取真的不好 對 像我小孩現在快要四歲了 我還沒有給他吃過巧克力 然後棒棒糖那些我都沒有 好棒 外國已經有研究顯示 說幾歲以前好像不能吃巧克力 小孩最好不要 就是他因為他有咖啡因 其實是最好是不一樣 因為我們常常沒有注意到 咖啡因過量的問題 因為同時間如果 比如說小朋友喝了杯奶茶 然後又加上可能吃了巧克力 然後他又吃了巧克力的 其他東西 比如說冰淇淋或是飲品 就會很嗨 這樣子一天加起來 他的咖啡因量就很容易過量 就會過動 現在孩子都不睡覺 對啊 我是覺得像這種零食的東西 就是也不要 因為我以前有個朋友 他們家媽媽就是非常地嚴厲 就是從小到達 是完全不能喝任何垃圾食物 或是可樂之類的東西 然後有一次我們就一起出去玩 就你知道 然後我老公不知道 他就提了一箱可樂來 就在外面很熱 就一人發一小瓶這樣子 結果大部分的孩子都喝兩口 就放著就去玩了 等一下可樂再回來喝 只有那個孩子 就是媽媽完全不給的那個小孩 他轉頭看沒有人 就是媽媽不在 立刻一口咬下去 一整罐 就 就是一整罐灌到完 然後才去玩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 也不能完全不給 沒錯 這就是閻關輔助後賊 我一個朋友 我一個朋友今年 今年50歲的 他去櫻桶買零食 是開休旅車去的 然後把整個後行李箱 幾乎要塞滿 我說妳真的有病 妳怎麼這麼愛吃零食 他說他15歲以前 爸爸媽媽不給他吃任何零食 對 然後他長大以後 踢消瓶 就毛起來吃了 真的也是過一不及不行 不太好 所以我是覺得說 像這種狀況的話可以 就是稍微定一個規則 比如說週一到週五不行 習慣要養房 對 然後六日有一個晚上 大家可以輕鬆一點 就買一點 就是小孩喜歡的東西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就是讓孩子不要養成習慣 但是他還是有享受到 這樣 長輩要怎麼想呢 他們會覺得 天冷要包好包滿 就是說有一種冷 叫阿嬤覺得妳冷 對 阿嬤就會覺得 看小孩子體質穿 他如果天生怕冷了 怕熱的話 妳給他穿那麼多幹嘛 對不對 對啊 Cherry 我爸就是那種 夏天開冷氣 他可以開28度那一種 他覺得這是什麼 什麼政府法規28度 是26度 所以他比政府還嚴 對 然後他就搭配那個電風扇 他就說這樣就很涼了 因為外面散了4度 然後我們家裡28度 那這樣有降溫是 就是5 6度他覺得OK 然後就是我女兒就變成說 有PCR是不是 對 他流汗 就是那個冷氣 然後再穿那個長袖 然後整個汗就飆成這樣子 這樣反而就 28度還穿長袖 那感覺睡得很難受 對啊 還都流汗了 這個太熱了 這個全身都要起疹子 對 對 肺子 對啊